大家好,我是時光報HUB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日洲標示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記得看完之後給個like 以及介紹多些朋友來看我們 今次我想說的GPHG日耐瓦中標大賞 這是一年一度的中標界的城市 為全年最優秀的碗標頒發獎學 今年總共有30位評委 從84個提名的碗標裡面選出14個獎項 再加上另外4個特別的獎項 我們想說的第一個獎項就是金子針大獎 這是全場最大的獎項 得獎的作品就是百爵 Altipreno Ultimate Concept 這隻標是突破了機械碗標的薄極限 整隻碗標只有2毫米厚 在1957年百爵曾經推出一個叫9P手動上鏈機器 這個是其中一個世界上最薄的機器 這個機器也是2毫米厚 但今次是整隻碗標連貨的標殼2毫米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這隻碗標為了令到它薄 所以有很多的部件都要重新設計 這隻碗標的標殼是用來做機芯的BASE PLACE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6點鐘位置的發條股 本身也是一個很纖薄的發條股 但它還要提供40小時的動力儲備 所以整個碗標有5個已經申請了的專利 還有很多特別的設計 始終來說物理是有極限的 如果將一隻碗標做到這麼薄的話 要它做到非常精準 我覺得可能性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我覺得這碗標已經能夠達到一個 很合理的可靠度 以及準確度 其實已經是很足夠的 這碗標的定價是350萬港幣 以及我們預期它應該是做得很少的 女士碗標 得獎的作品是波威·寶威1822 碗標的模特兒叫Miss Audrey 波威是其中一個最早來到亞洲進入中國的水市碗標品牌 早在清代的時候 已經被乾隆皇上色收集他的碗標 這個碗標 我們看到它真的是一隻很女性化的碗標 以及它的標面是用一個 Yeloche 用一種Rose Machine 玫瑰機器 所雕刻出來花紋的面 碗標還有一些鑽石的示標 我的錶圈也是相瞞了鑽石 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碗標 是用鋼殼的 大家都會估計一些設計那麼漂亮 和那麼矜貴的碗標應該是貴金屬 為什麼用鋼殼 原因是因為想它輕一點 波威把這碗標設計到可以除了在一隻 戴在手腕上的錶之外 它還可以成為一個 放在桌上的座鐘 又或者是掛在頸上的一個頸鏈的吊墜 這碗標是一個自動上年的機身 有42小時的動力儲備 定價港幣175,000元 第二個Category 就是女士複雜功能碗標 得獎碗標就是 Charles Geradia Tubion Signature Mysterious Charles Geradia 是一個19世紀的 制標大師 這個品牌很明顯是已經睡了很多年 近年被人重生為它繼續製作一些under這個品牌的碗標 它有一個大明火法郎的標面 有顏色 有花紋 所有難度都相當高 它有兩個複雜功能 簡單這個就是6點鐘位置的陀碑輪 這是簡單的複雜功能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它在12點鐘位置 將它那個品牌的C字和G字 是做了兩個Disk是反方向的轉動 當你那個碗標是擺向一個體時間的position 這兩個G字和C字兩個Disk就會重疊 讓你看到它兩個logo的正面 碗標的定價 都不便宜 76萬5千元港幣 第三個Category 就是男士碗標得獎的作品是Waterland 28SC 這是一個很小眾的品牌 它每年的產量幾十隻 它的錶是出名的 打磨精細 設計精簡 Waterland 先生 他是做三文錶的一個大師 還有他是做Decimal的三文 就是他是問時問十分 以及問分鐘 這次他做了一個簡單的三針錶 一個很簡單的藍色錶面 有兩層 一個用基黑的花紋 本身的花紋很漂亮 整體的細緻度是很高的 它的針和時針和分針是他們特別的一個很 iconic的一個設計 另外因為這隻碗標本身是一隻手動上年的碗標 所以Waterland 將那個標關設計得比較大一點 比較薄一點 我就沒有碰過這隻碗標的 但我聽說這碗標的上年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這次的碗標限量十隻 定價是六十二萬九千元港幣 第四個category 就是藍時的複雜功能碗標 得獎的是Global Force Handmade One Global Force是一個很出名做陀飛輪的品牌 今次反破貴震做一個很簡單的陀飛輪 但你不要小看這個簡單的陀飛輪 機械碗標都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有些是比較大量生產 有些是有很多手工工藝在裏面 但是這些碗標其實都是用電腦幫助設計 以及機器去生產零部件 只不過是用手工打磨 但今次這個Handmade One 是全隻95% 除了藍寶石水晶 防水膠圈 還有皮帶的鋼疏 這些是不能夠用手造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用手造 總共用了6000小時的時間 就算是小魚一顆顆螺絲 都是全部用手造出來 然後再打磨 每顆螺絲都有12個工序 要用8個小時 7點鐘位置的陀飛輪 你不要看它是一個簡單的陀飛輪 總共有69個零部件 總重量只有0.521g 全部用手造出來 再用手打磨 這碗標定價是637萬5000港幣 一定會是產量非常少 標誌性的換錶 標誌性的定義 就是它要在市場上 最少有20年歷史 這次得獎的作品 是 布格利 Aluminum 如果你玩錶有一段日子 你都會認得這隻錶是你見過的 是一個非常 iconic的設計 定價是港幣34000 第六個 category 是精準的換錶 它的精準的定義 就是它可能最少有一個陀飛輪 或者它有一些改善準確度的設計 得獎的作品 是 Cronometry Ferdinand 這個品牌 可能大家未必聽過 但如果告訴你 蕭邦 的龐姿 可能大家會有多一點印象 Ferdinand 是在18世紀 一個 法國皇帝 專用製標師 這次的換錶 靈感是來自一個叫做 Marine Kronometer 這款錶其實我們看的錶面 是很簡單 但其實它本身 含有那個技術量都很高 因為它是一個 大明火法郎 兩重的法郎 錶面 怎樣令到這個錶精準 其實它是用了一個叫Fuzie and Chain 芝麻鏈的設計 芝麻鏈是一個 設計 是令到整個 無論從鏈頭到到鏈尾 都是令到那個輸出非常之平 這款錶還有很多其他的複雜功能 不過在這裏就不詳細說 它是限量10隻 定價是港幣178萬5千元 第七個Category 就是 力法和天象換錶 得獎的作品 Weshram Konstantin 江斯丹頓的 中環四海的 Perpetual Calendar 萬年曆 萬年曆本身已經是一個複雜功能 它的零部件很多 將這個機心扭空 將多餘的金屬 刮了出來 但是又不影響它本身的結構 也都不影響它那個內容的程度 這個難度是非常之高 這款錶是一個自動上升的機身 有40小時的動力儲備 我們看到這隻錶是挺漂亮的 它的定價是108萬的港幣 最大的特色 它是整個錶殼都是藍寶石水晶玻璃 是全透明的 功能方面 有一個雙面的 陀飛鱗 在6點 然後 它有一個 南北半球 月上 在127年才會有 一日不差 在8點 另外 有一個 世界市 第二市區 就在4點 的位置 這款錶的定價是300萬港幣 限量是10隻 獎項未講完 還有9個獎 我們留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星期一周錶時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